两只科莫多巨蜥正依偎在一起自娱自乐 然而这个时候一头野猪出现在了镜头中 通过它觅食的动作来看 它一点都不切身 然而这还没完 紧接着其他几只野猪 也纷纷来到科莫多巨蜥面前转用觅食 看到这一幕场景 想必你会想到一个词叫做不知死活 科莫多巨蜥属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蜥蜴 主要栖蜥在印尼小逊它群岛 最大体长可达三米 体重可达90公斤 它们四肢强劲有力 而且皮肤覆盖着鳞片 捕食能力非常强 猎物一旦被科莫多巨蜥咬伤 则意味着生命的倒计食 其中野猪猴子等都是巨蜥最常见的菜单之一 所以很多猎物面对科莫多巨蜥时 唯恐避之不及 而这几只野猪却还敢在科莫多巨蜥面前转用觅食 这究竟是无知还是不自量力呢 不过好在这几只巨蜥 仿佛已经吃饱 并没有捕杀野猪的欲望 从而使得野猪得以幸存 不过下面的这只野猪就没那么幸运了 它面对科莫多巨蜥时 虽然丝毫不惧怕 甚至还敢与巨蜥抢食 但是结局就悲惨了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一只野猪正在觅食 与此同时在它面前觅食的 还有大鸣鼎鼎的冷血杀手 科莫多巨蜥 通过野猪的动作来看 它闲停自若 丝毫没有把面前的两只科莫多巨蜥放在眼中 而当其中一只科莫多巨蜥来到野猪面前是威蚀 这只野猪直接硬刚起来 并用它的头部攻击对手 然后又继续觅食 堂堂的巨蜥 哪里会容忍区区一只野猪撒野 所以它转过身去 用它长长的尾巴扫射野猪 巨蜥的尾巴粗壮有力 也是它攻击对手的秘密武器 不过野猪反应敏捷 巨蜥的扫射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还要预防野猪的獠牙 所以在面对野猪时还是有所忌惮 不过野猪终究还是为它所谓的勇敢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在与科莫多巨蜥对峙过程中 它曾有过高光时刻 但是背后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鲁莽 科莫多巨蜥之所以能被称为冷血杀手 自然有它非凡的能力除了快准狠的捕杀能力外 就是它唾液中的毒液 但凡被科莫多巨蜥咬上一口的猎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毒性就会复发 最终就将会成为巨蜥的盘中餐 所以当野猪试图攻击巨蜥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它的结局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